HELLO 大家好 我是我的一張介紹 今天是我的台品有用後呢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蜘蛛女王賭伊麗絲 非常冷門的套路 根本沒有人在玩 但我覺得她在EFFE的體系中 已經算是強度非常高 我也是玩了之後才知道 喔 因為她是默默在OP的陣容 其實有很多的陣容 你如果自己沒有去嘗試過 你會不太知道 喔 這個陣容 這個體系的強度大約落在哪 或者是說 她有沒有一個POWER SPICE 有沒有一個特殊的出裝 是能夠讓她質變的 而今天主播本人就直接來為大家實測 大家也知道我本身是賽評兼實況主兼影片創作者 所以我會去嘗試很多不同的一個打法 如果說我今天是一個憤怒的話 其實我是完全不會去選擇這一個真佛 因為她的勝率並不是說特別的突出 而且她的反中翻譯還有點錯誤 所以我這邊先來幫大家更正一下她的一個反中翻譯 蜘蛛女王的效果 是我方最強大的伊莉絲技能不會再造成 暈眩效果 會變為 使目標與最靠近的兩名敵軍中毒 使其在三秒內受到130%的傷害 蜘蛛本來是偏向前排的一個控場坦克 拿到這個的話就會使她變為一個主C的存在 而且打的還會是擴散傷害 由於蜘蛛是主C 所以我們就是圍繞著她去組件陣容 我們可以直接把羈絆開出6變形 然後三斜術史 後台角色則是可以去搭我們最熟悉的 辛朵拉還有蛇女 不過其實不一定要是辛朵拉加上蛇女 還會有其他的配置等等 最後的時候會再跟大家去做一個分享 只是這一套的組成會更為簡單一點 而且咒語詩剛好又是加魔攻的 可以幫蜘蛛的傷害再往上提升 這套配置也會是更為平滑的一個選擇 主打就是前期的節奏壓制 選擇這套陣容主要就是用來去拚前四名 而最多人有疑問就是出裝的部分 製作的話他可以去出 嗜邪者、號戰、大天使跟龍爪、 慈帽、法爆、正義等等的一切魔攻裝備 辛朵拉則是可以去拿金進鬼索、納石、法爆、 慈帽、大天使等等的攻速裝或是說魔攻裝 目前的話會比較推薦大家直接去出三起動 也就是鬼索加上納石還有金進 因為辛朵拉這隻角色真的很吃輸出的頻率 就是他的技能只要施放越多是 他的傷害就能夠一直往上疊 所以主打的就是你前期一定要去疊到他的技能 而龍女斯溫還有妮可 則是可以去找一個當主坦 通常我比較傾向就是給這個贖罪還有十項鬼 而神女的話則是可以去拿鬼索、電刀、科技槍等等的剩餘魔攻裝 不過這套真的是不太需要去特別出減抗裝的 因為辛朵拉就是自帶降魔防 要玩賭蜘蛛必備的征服當然就是我們的蜘蛛女王 其他者是可以去拿聯合防禦、潘朵拉道具、大禮包、伊麗布瑶、專屬魔杖、非戰喜、 零星票券還有頭好裝裝裝 玩這陣的先決條件的就是蜘蛛禁牌夠多 建議就是有嫖6張以上再玩這套陣 真的沒有的話至多你也要至少嫖5張 所以你不要直接硬選然後跟我說你只有3張蜘蛛 這樣是非常不OK的 賭1費的專屬強化體系的建議大家開局就是你2-1的時候就有個2星的1費 就是你一開場就有個2星的蜘蛛然後你再拿這個就直接有6張 有點像是你本來是要過渡的 就沒想到怎麼有一個主力的征服 直接讓它變身 第二個就是開局的魔攻裝要夠多 這種過渡的部分前期就是不升等走200最大化經濟 你可以只抓關鍵的一些體系牌 例如說伊莉絲、辛朵拉、龍女 選秀優先去拿伊莉絲的3件套 嗜血、好戰還有大天使 不過這種渡狗陣都是不會去扣裝的 就例如說我今天沒有大天使 那我可能還是會去出什麼死帽或說法報 去替代掉大天使的這個位置 接著3-1的時候你就是卡著4等去刷牌 最好要在這邊直接去抽出3星的蜘蛛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看了大多數的一個直播 大家在玩這種伊莉絲的賭陣 都是3-1直接衝出3星 我說的他們3-1直接衝出3星 是那種差不多就低個兩下 欸怎麼就3星了等在走 都是很糊的一個狀態 然後他才會去玩這個賭陣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跟我一樣是一個 非洲人運氣超級差 這個時候你就是刷到32塊然後停下來 稍微回存一下經濟 接著你就可以卡50塊 慢低追出3星 不過最慢最慢呢 我們要在3-5的時候去大抽一波 3-5一定要3星 如果你沒3星 那你就可以點一點了 畢竟高手都是在3-13星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跟大家說 讀狗最重視的是節奏 也就是也在三階段的時候去壓制其他的玩家 甚至在四階段的一個前期 也給其他的對手壓力 要在那些營運陣還沒有成型之前 去寫入對手 而且蜘蛛女王他的優勢就在於 他會比傳統一般的星朵拉更早啟動 他能夠更好的去搶到星朵拉這張牌 就算你沒有搶到 你也會有三星的蜘蛛 更好的去打出連勝 有一個血量優勢 等你的同行一個一個送走 無人的一個配置 你可以先用魔鬥 伊莉絲然後加上龍女以及星朵拉還有蛇女 等待你的蜘蛛來到三星之後 就可以去升上六等了 六等的話就會是四變形惡咒語的羈絆 如果你的副坦是龍女 你就可以選擇就是六等的時候 繼續追你的龍女還有星朵拉來到三星 有同行的狀況下 也就是直接讓尼克還有斯溫當作你的副坦即可 通常我看到有同行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會一直拉等 就是我不會一直去想說 我要在這邊六等慢慢去刷這個三星的星朵拉 我會主打的就是把節奏給打好 接著七等的時候 你就可以補上魔鬥或是說納米 補出三邪速食的羈絆 在七等的時候 你可以慢低三星的星朵拉還有三星的成牌坦克 如果你發現你的同行好像還沒要倒 也沒關係你就直接升八等 因為蜘蛛的強度絕對是夠你升八等的 八等的話你也會比較好去找到布雷爾這張牌 以及狗頭將你的陣容就基本大成了 比較需要留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會問說 為什麼我的獨狗 就是都沒有辦法索寫 其實獨狗陣容呢 你就是得在三之二之後的每個回合 都去刷到戰利類的一個護符 來保證你當下的戰利 而且你要一直時時的觀察你的所有的對手們 他們是否有去買戰利類的護符 如果你發現怎麼右邊都沒有亮那個護符的燈號 那好像大家都打得挺滑水的 或者說其他人可能是要去玩營運陣 那這時候你可能不用很勉強的一定要去刷出戰利類的護符 但是如果你發現你的右邊對手怎麼都有買護符 這時候你就是要跟他們拚了 直接跟他們硬幹 因為獨狗陣容的第三階段是非常重要的 最好你就是要在三階段的時候 連勝進野怪的關卡 或是說你至少三之五、三之六是一定得拿下來的 這樣子你才可以把前面刷牌的經濟量給補回來 接著白衛的部分 妮可的技能是可以幫你的有軍回血 所以要去站在蜘蛛的旁邊 而星斗拉可以破魔防 所以你一定要跟蜘蛛同側擊火 快速的去通過對手的前排 在第一時間就可以達到減員的功效 而這麼冷門的陣容當然也是有提前分享給會員們投分的 如果你有想要提前收到這類的贊息資訊 都歡迎用手掌七所為員加入會員收看 200次的會員則是可以收到完整的影片參考 並且我們已經連續七天勤勞日跟不同的陣容 還有理解給所有會員 說是這麼說我其實已經 就是有提前分享超過15套了 15套我真的有很仔細的數 真的是超用心的吧 天天爆竿更新 越早加入越早享受 還可以順便抽5000點的買卡點數 也跟會員們呼籲一下 接下來就是加入後記得要去關注社群的貼文都會放在那邊 免費宅們也不用擔心 本部影片還會再加碼 從聯盟英雄好願結一個 只要你在本部影片按讚加留言訂閱本頻道 以及至少追蹤我三個社群平台 可以是Twitch的實況IG、MV以及抖音 而這也會是最後一個免費抽獎的 特別感謝邰克大爸爸的佛心贊助 OK 這一場的話真的是超級大囉弱的一個狀態 如果大家有注意看的話就會發現 我的蜘蛛是等到4-1的時候 然後才終於三星的 如果是高手的話 可能就是在3-1的時候隨便刷個幾下 然後可能就已經三星的一費卡 通常呢一費卡真的要有這樣子的一個強度 就是你要掌握好節奏 當然也是就是你要夠賽 然後在4-1的時候就三星了 你的強度會是比較夠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這一場 欸如果我蜘蛛就是一費卡 這麼慢三星的話 是否還能有一定的強度 真的是我覺得很容易沒分的 就是如果一費卡這麼慢三星的話 通常這種局都是沒分的局 OK 這邊就要來追三星的這個星賭啦 然後大家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沒有水滴 我沒有那個啟動裝備 就是精進是合不出來的 這也是就是我們先去養了蜘蛛嘛 所以本來就沒有辦法去要求說 你的星賭拉是完美神裝 不過這邊呢對到我們的同行 我覺得他算是我們的同行啦 反正自從拿什麼巨星的誕生啊 或者是說一些前面就有去抓蜘蛛的牌 就變形式的體系牌 然後後排去搭咒語式的話 你都要先去想他有可能會是我們的同行 只是呢你的牌比較不會被他抓到那麼多 因為現在的一費卡數量是增加的 所以就算有人卡到你的牌好了 其實你還是有機會三星的 就是所有的集費卡裡面一費 就是不會說哦 因為很多人用這張牌過度 就導致說你完全抽不到 比較不會有這樣子一個狀況 OK 這邊遇到的話呢 這個邪術史直接報答 現在邪術史呢是有BUG的 不過他的那個召喚物有出來 就是現在熊啊 七邪術史的熊是有可能會不出現的 就是你去別人課場的時候 去別人家的場地的時候 你的熊有可能沒有跑出來 所以大家在玩邪術史的時候 真的是要蠻注意的 有看過很多人就因為 哦那個熊有BUG 然後沒有出來 就直接被爆打一波 OK 這邊我們的蜘蛛有沒有 超級強超級奶 而且超級痛 隨便打都是6000多的傷害 比這個三星的星賭啦 傷害高出很多 其實我覺得蜘蛛的強度在這一場 有讓我感到蠻驚艷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蠻看大數據的 然後我就看到哦其實蜘蛛的那個 勝率並沒有很高 不過他有出現在某一個攻略網上 然後是把他評級為A級的陣容 所以我就想說哦那來試試看 不過這邊還是被這個T0省政 沒辦法人家是T0的毒狗 而且他還拿到T0的增幅強攻是吧 這種就有點難打了 欸不過我們這邊補出了六變形獅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這個六變形獅 也是很晚才補出來 我那狗頭一直刷不到 別人在Barden的時候是隨便滴一個布雷爾 我這裡的話是連狗頭都找了很久才找到的 OK而且我還三星不了這個妮可 三星的三費卡是這套陣容的一個最高上限 不過這邊沒有三星的話 有機會跟我這個另外一個T0增幅 好像有點難欸 因為他是有拿著一個光嗜血的 這光嗜血超難打血回的 超快完全打不動 這就是嗜天如命嗎 一口咬煞 那感覺就是老三了 這場其實我本來拿這個就是要拿來狗分的 喔終於 最後一刻 三星妮可 登登登登 我放一名四費英雄會變成五費英雄 這個呢大幅變形就是拿來拼三星五費的 OK 這邊就是強強對決了吧 其實他才是強的那一方 只是我們有沒有機會跟他打呢 行 喔這個 離子高電壓 直接把後排的那一隻叩格膜給電死了 就是高電壓的話還是要稍微去對一下百味 喔我們這個星朵拉狂打猛塔瘋狂輸出 果然就是靠著我們這尼可可以嗎 哇 反殺 超級精彩 超級關鍵 前面的話也就是靠那個蜘蛛打 其實我真的覺得前面那個蜘蛛幫我們撐了好幾個星朵拉沒有三星的回合 然後後期的話呢你的星朵拉有三星的號 那你的輸出還有你整個的傷害就會疊起來 所以後期呢就是靠著你的星朵拉去打出優勢 那我感覺我們這一場就是老二了 因為他這個真的是太強了 對手這個強度他基本上都是拿那種最頂的增幅裝置 增幅裝置這種東西還是有強度的等級之分 所以有的時候你發現你自己打不贏 就有可能是你的征服選不好 而且他的那個三星的角色也是算蠻多的 沒想到我們這邊是打贏了 雖然是打贏了但他血量有點多 我們這邊只有一回合 一回合的容錯 有機會嗎 這裡稍微拿一下 拆裝備的時間到了 OK這邊直接弄了一個龍爪 很可惜 我們這布雷蛾是只有一星的狀態 蜘蛛狂咬摸咬沒有咬到 可惡 但沒有事 我們這個星朵拉會收割 就後期的話你會發現這個蜘蛛呢 比較像是半坦半輸出這樣子的一個存在 而且遇到多重打手我真的覺得特別的難打 因為他有強攻嘛 他還能夠去打增傷 而且他輸出頻率真的是太快了 主要是因為他有那個三星的艾希 三星的艾希好痛喔 他那艾希真的是超級無敵痛耶 OK我這邊就是直接用那個蜘蛛還有三星的妮可頂他臉 我們雙方呢都是有三個三星的 喔有沒有機會 欸這個蜘蛛沒有放出第二次的大絕 但是我們有飛龍 不可能輸了吧 我們這次還多了一隻飛龍耶 難道輸我們要逆轉了 他本來五十幾滴血 因為我們打到剩下十一滴血 直接打了一個四連勝 OK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蜘蛛跟信朵拉頂尖實力 喔但是他三星 他三星勝了 欸不公平不公平 你怎麼多我一個三星 欸這裡就有點難說囉 因為他這邊的強度又在拉得更飽滿了一點 那這邊的話就很難受 OK 這個妮可的話感覺要換過去右邊 去彈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邊我們先從軟側切的話 是有機會嗎 喔靠我這個蜘蛛一冤再冤耶 看來這個三星勝是真的 挺有實力的直接把我控告死 不過這邊呢就是給大家看一下我這個四之一的回合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連星朵拉都是在四之一才惡心的 就知道我這一場其實是蠻嚴重掉節奏的一局 但是呢還是依靠著三星的蜘蛛 暴打了很多家的同行 像四之一遇到的對手呢就是玩這個星朵拉的 有沒有他那個惡心的星朵拉完全沒有辦法跟我們打 我們這裡的蜘蛛就是一直咬瘋狂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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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收割傷害超痛 而且這場真的有很多同行 而且是我們連這個四之二遇到的 也是星朵拉同行 喔 有沒有 不管你是變形的星朵拉 還是先鋒的星朵拉 還是保護的星朵拉 我們這個蜘蛛狂咬咬咬咬 它是會直接屠殺後排的耶 你們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的蜘蛛在這邊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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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推推推